好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华为离开之后呢 接下来什么伊丽兴啊 瑞典啊 芬兰的一些要进来 还有一个我有觉请介大师一起讲 这个非常有意思 我们很久以前谈过 大陆有家手机大厂叫传音 你可能知道华为啊 小米 你可能不知道传音 传音这个手机大厂很特别 他在非洲非常受欢迎 因为他的手机内建模式 非洲人皮肤颜色比较黑一点 他拍那个颜色比较深色皮肤的人 特别好看 尤其在夜里 他也可以拍得清清楚楚 牛映搬到其他的手机 可能晚上就会分不清楚 对不对 如果肤色太黑的话 但他就是可以 所以这款手机在非洲大受欢迎 但是肯雅要动手了 因为他在肯雅逃税 美元三十亿 所以现在肯雅发现之后呢 要对他进行控股总部 进行突击检查 你怎么看 我觉得不管是德国还是肯雅 我认为幕后的黑手都是美国 都是美国 因为美国现在叫他的所有的盟友 基本上抵制华为 那当初连英国都不愿意 英国当时就说我有三十亿 三十亿英镑的损失 谁帮我出 那后来英国还是买单了 可见美国的压力是非常的大 那我想这个红绿灯联盟 就是现在德国三驾马车的这个领导班子 这里面当然了 绿党跟这个自由党将来是坚决反中的 我想他们一定是跟美国合作 不计成本不计代价的 排斥华为 可是现在问题就变了 就是说他们也算过 这个如果要把华为 从现在德国的这个电信系统里面 那个损失非常大的 不是说几十亿 甚至上百亿欧元的这个损失 因为你要不同的设备取代 那你要新的东西 你要再重新堆叠上去 那个成本是很可观的 那用得好好的 用得又很顺手 为什么为了政治原因 要把它怎样 把它都拆掉 搞华为 搞这个 Nokia跟这个 Erikson跟Nokia 这两个公司 基本上你看他们在电信业 他们是落后的厂商 你现在还有看到 Nokia的手机吗 你还有看到Erikson手机吗 它是已经在国际这个 这个电子电信的争端里面 已经是怎么样 已经是落后者 你还要再采取比较差的 所以这个完全是一个政治决定 那德国当然不愿意 德国的电信业者 为什么要用花比较多的钱 然后去买比较差的产品 然后呢 我还要把现在的这些 这些好的设备把它拆换 这个是一大笔损失 另外还有违约的问题 所以就是说 把政治的这个利益凝驾于 这些实际的厂商利益 在德国不见得行得通 那肯亚最近我也一看到这个问题 我就觉得 因为肯亚总统上个礼拜 还在华府 那么美国宣布说 美国得到了一个最新的 非洲的盟友就是肯亚 那个总理在 那个肯亚总统在白宫 侃侃而谈 那旁边的那个拜登 就在那边听他讲 听他大放他的理想 那这个部分 你是不是就看到一个美国总统 去亲自接待一个 像这样的一个高规格 非洲国家 我想他们就是 要在非洲 找到一个弃子 打进去 那这里面我认为 美国一定对肯亚有所承诺 那可是对禅音来讲的话 也很奇怪 这个肯亚哪有这么大的商业利益 一个公司他有30亿美元的税款 对我对非洲国家了解 我觉得他可能他整个国家的 这个很多预算都没有 都没有那么大的预算 光一个税款就这么多 这里面不排除 有这个政治因素 不过传音基本上不是在 不是指在腾亚 腾亚不是只有一个市场 它是在全非洲的市场 那个伊索皮亚还有这些南非 都有这个传音 可是这算是一个怎么讲 一个破口一个开始了 我觉得不太会 而且中国大陆最近几年 在这个在非洲 最大的这个基建的投资 肯亚是其中之一 所以我觉得这个后面 我觉得是不是做得下去 以我对非洲政治了解 这个雷声大雨点小 后面这个搓麻将搓一搓 就没事的 所以我觉得到最后 可能不见得完全像美国人 比较不像华为 因为华为除了这个手机之外 最主要是它有这个电信建设 有这个5G建设 有这个设备 它设备上也是供应商 那传音它其实就是手机 而且说实话 它的这一块的独步 你说什么iPhoneZ也跟不上 对不对 这种细节上的照顾 对 不过美国人是 美国人是系统性的 他基本上他做事都是系统性的 我觉得他在很多地方 他都有要想出一个solution 就是说它是一个方案解决的方式 他发觉中国大陆 在非洲影响力越太大了 他就会找到一些目标 然后用这些目标来达成他的目的 所以这个美国人做事就是这样 你去上他们的商业课 也是非常清楚 他们不跟你讲这些 很抽象的东西 他只是说我找到这个人 我找到这个国家 我从哪里下手 对中国大陆可以产生打击的效果 就是如此而已 然后他找到以后 找到那个气质切入点 他就去做了 直接了当 对 直接了当 好 这一连串的题目都跟美国有关 对 街大使接着讲 当然这也是德国的利益 我觉得真的是 德国讲讲也蛮可怜的 当然这个受限于压力 我们看到德国有个什么 红绿灯联盟 这个5G网络排除中国设备 好像达成了一阶段的共识 分成两个阶段 要消除中国的这个 这个一些设备等等 那你看到第一阶段2026 第二阶段2030 那第一个呢 这时间压到了2030 距离现在时间实在是很长 反而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就是要去华为 好 我们有共识 但是呢 因为A困难 B困难 C困难 所以这个时间呢 要一直往后压 与此同时 就当初签了约 所以德国电信商会 蒙受重大损失 也警告 要采取法律行动 要去告政府 所以现在真的是 当然德国内部 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政党 这个意见相组的非常多 再加上这个内部 这个电信巨头们的 这个法律动作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瑜 你知道肌肤年龄 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焦原蛋白流失速度 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实际眼 德国专利焦原蛋白生态 快点供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大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西药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 Varisol 女神专用 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尝有更多的 额外优惠折扣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